滯留在美國加州外海的至尊公主號郵輪 週一獲准停靠加州奧克蘭港口 乘客開始接受檢疫 進行隔離 週一 豪華郵輪至尊公主號 獲得停靠加州奧克蘭港口 乘客和工作人員將接受檢疫並隔離14天 據悉 目前船上21人病毒檢測呈陽性 其中19人為船員 另外兩人是美國乘客 至尊公主號共有3500多名乘客 來自54個國家 據悉 大約1,000名來自加州的旅客 將安置在北加州特拉維斯空軍基地 以及米拉馬海軍陸戰隊航空基地 其他旅客將安置在聖安東尼奧聯合基地 或喬治亞州杜賓斯空軍基地 其他國家的旅客 美國將聯繫原籍國安排包機撤僑 週一 防止疫情蔓延 加州部分地區關閉學校 加州州長紐森週日表示 目前加州114人檢測為陽性 川普週一推文說 假新聞媒體及其夥伴、民主黨 正盡其所能煽動新冠病毒情況 遠遠超出事實所保障的範圍 醫務總監表示 對美國民眾來說 感染風險較低 在另一則推文中 川普表示 美國即時關閉邊境 挽救了很多生命 新唐人記者必先詞《名譽》綜合報導